欢迎收听国考一战 大家好,我是战长柳静 好,我们这一集第98集了 release的日期是11月18日星期五 11月18日星期五 好,这一集的专题要来跟大家讲啊 我在离开公务员身份后 我辞职之后啊 从公务人员辞职之后 我为什么过得还不错 我列了五个原因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 好,在专题开始之前啊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自己 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 因为最近在公职版上面 好像是D卡还是PTT啊 不重要 反正就是看到一篇文章 就非常的有感啊 就是他在问说 因为他是公务人员嘛 他说在自己的机关啊 因为人事嘛 人事小姐啊 人事处 人事 人事什么 人事事 对 人事处或人事事都会 固定时间 就会来 来问一下大家 那个关于 自己啊 就是 看大家有没有证照啦 对啊 不管是语文证照 还是专业的证照都好啊 对啊 像律师也是一种证照嘛 或是会计师啊 你考会计职系 你也有可能会计师证照嘛 对不对 啊 到底要不要公开自己的证照 你要不要在那个表单上填 因为你填的话 这样签诚啊 全部 机关全部的人 包含你的同事 你的长官都会知道你有这个证照了 我的看法是 不要 不要 你在自己的工 自己的机关里面 自己工作的机关里面 你不要公开自己的证照 有两个理由 一个就是 你有了这个证照 大家会眼红 然后只要跟这个证照 比如说 你很厉害嘛 你有多亿金色证书 或是TOEFL 考了100分嘛 好厉害哦 对啊 TOEFL可以考100分 其实可以申请长春 很好的学校了 那以后 公家机关 只要有外国人来 或是外宾访团来 这个事情都给你做 不是说 你原来的工作 就会少一样给你 然后补一样这种什么 什么跟外文有关工作 给你 没有 没有 那是你原本的工作职位 还多了一项这个工作 然后你说 自己的语文能力比较好 是不是可以包考机甲 没有 没有 这是两回事 长官想给你甲 就会给你甲 他不会因为你有阴检证照 就给你甲 而且你要知道 长官是善度的 长官是善度的 我再强调一次 长官 公家机关的长官 是上度的 你年轻 有为 这么优秀 又有这个证照 他会不会怕你 比他还要快 爬到他头上 他如果怕你 比他还要快 爬到他头上 他是不是给你 很赛的工作 然后给你考机都不好看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的自己观点 你在自己的机关 不要公开自己的证照 那一定会有人问我说 啊 刘静 那我这样是不是 不能终身学习了 我想要考自己的证照 成就自我 我是都不要学了 我不要去考了啦 都会被人家嫉妒 并不是这样的 好吗 我非常鼓励 大家还是要 进修 斜杠自己 这个证照呢 是有用的 用处在哪里 在你商调的时候 在你商调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有强调说 你自己的证照 在自己的机关 不要公开 但是你想要跳槽 要商调 我拜托 你在商调面试的时候 你有什么证照 你就一字摊开 好不好 好 我们直接来看 今天的主题了 为什么我离开 公务人员之后 过得还不错 大家如果有听过 我之前的集数 就是有讲 我有稍微讲过 为什么离职 因为我觉得离职 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没有什么好当成 当成一个卖点 而且我觉得 也不会特别 在路上跟人家说 我以前做过公务人员 怎样怎样 我离职怎样 不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也许是算 我比较幸运 我不是因为工作loading 或者是因为人 或者是什么 做不下去 离职 没有 我纯粹只是因为家庭因素 对啊 因为我先生就 就住外的关系嘛 我家常有小孩 所以我选择离职了 对啊 照顾家庭 其实我是可以 依照法规 我可以请那个 溜婷的 但是长官不给请 他不准我再继续请了 对吧 不过我是真的觉得 长官的思维 有时候是异于常人 因为明明可以请职代的啊 对啊 我的工作可以请职代的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可以欠请职代的 但是他不要啊 对啊 他就是 就啊 你不是负职 就是给我离职 两条路 你选一条路 好 对啊 科长讲得非常直接啊 对啊 很好 我喜欢这种直接的人 所以我后来选择离职 好 直接进入正题了 第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过得还不错 我离职之后啊 其实时间非常自由弹性啊 因为我不必打卡上下班了 讲到打卡 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这不知道是不是秘密啊 其实啊 公家机关很多机关 有一些机关啊 也不能讲很多啦 抱歉我口误 其实有某些机关是不用上下班打卡 不用上下班打卡 那些机关都不错哦 也就是说你可以早一点吃饭 晚一点回来 时间非常自由弹性 好啦 我今天主题是讲离开公职啊 离开公职之后 你就不必上下班打卡啦 时间非常自由 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像是我在离职之后啊 我其实就是去学了一些 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嘛 像我考那个咖啡师证照嘛 英国的咖啡师证照 啊也学了烘豆 然后学了按摩啊 脚底按摩啊 或者是整副啊 我都整套的我都学过了 甚至当志工对 其实啊当志工 这个我蛮有经验的 因为怎么讲呢 志工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 志工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 我其实之前啊 就是去过庙里庙 我觉得庙里面帮人家登记那个什么 添油箱的那个啊 给收据的那个志工 好像还不错 就是简单的行政工作嘛 我就去庙登记志工 结果去做的时候 他第一天说 哎小姐 门口常有高赛哦 后面也有很多高赛 你去扫高赛 啊我就想说 我是要来做 添油箱的登记 添油箱的 你叫我扫高赛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 去庙的志工我只做一天 我也不想跟他阿Q说 我想做什么啊 对啊 啊我也曾经在长照中心 担任过志工 做志工 其实做志工哦 虽然是没有几职啊 但是你在付出 学会付出的当中 你会快乐 你会快乐 好第二点就是 家庭生活平衡啊 我在离职之后 我比较有时间 呃 陪小孩 因为我是全职妈妈 我不用赶下班 也不用赶上班打卡 我有时间体力可以运动 然后陪小孩 维持自己的健康称心啊 啊第三点就是 自由自在斜杠了 因为我脱离了 公务人员的身份之后 我不必受制于 现在的法令规定 我想做什么工作 兴趣都可以同时进行了 虽然说啦 前一阵子有说什么 帮公务人员谋福利啊 可以斜杠什么的啊 但是 我跟大家讲 那是胖皮 表面上好像开放哦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 公家机关就是官僚 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任何举止 只要跟工作无关 你下了班 你还是公务人员 基本上啊 不要太唱气 默默的转就好了啊 因为有时候 你如果在某个领域太红 像很多 很多曾经 做过公务人员的网红啊 像陈忠敏老师啊 他也是那时候就是默默做啊 在分享投资理财啊 结果太红了 一不小心出个书太红了 他在学校很多人检举他 然后说他什么 斜杠副业的 他时常被校长室或是 那个教育局找去喝咖啡 所以就是不要太唱举嘛 对啊 你要斜杠可以 但是就是要很低调啦 如果你是公务人员的话 但是辞职之后就没有这样的规定啦 你可以同时做很多工作 所以我在离职之后 我就除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啊 无心插流做podcast 我当初做podcast是我同学 按摩班的同学推荐我的 因为我跟他说我是赵少康的fans 现在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没有什么蓝绿的 蓝绿的或是什么战斗篮的 因为赵少康是战斗篮 我纯粹只是觉得 听赵少康的节目还不错 因为他的 他的争论节目比较没有那么偏激啊 对啊 我就听他的节目 他推荐什么 我就去买 去中广那个松江路啊 比如说他每年十月 有什么什么园友会我去买 对啊 就是他一个小粉丝啊 我同学听到他说 啊你要不要做podcast 你说不定也可以跟赵少康一样 我说好 我的偶像是这样 那我要跟他学 我就买了麦克风 自己硬干 自己印钞 就像我自己书里面的序写到了 我其实刚开始是想做日本旅游的东西啊 我不是想做国考 因为国考跟公职 我当时已经离职 我觉得那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啊 但是又觉得自己好像只有这部分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我好吧 但是讲这个东西好了 对啊 因为后来遇到疫情啊 也不适合讲日本旅游的东西 好 来看下面一个原因的就是自我实现的认同了 在离职之后啊 我有时间可以摸索多元的兴趣啊 因为就很多时间嘛 你看到什么不错的 人家讲了 网红在讲了什么东西 很红 优格不错 那你就是学优格嘛 养成砖 就是从学习啊 到养成专长 在这过程中我会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所在啊 就是一路从摸索 完全不知道 到有兴趣去学习成长 后来变成就 可以分享给身边周遭的朋友啊 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啊 就像是我做podcast的啊 前阵子我同学的妈妈觉得我做得还不错啊 她就跟我求教 所以我现在有徒弟啊 我觉得好开心哦 对吧 好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啊 在离开公务人员的身份之后啊 我就是算是重新认识自己吧 对啊 你会探索自己的热情所在啊 因为说真的啊 说真的 公务人员虽然很稳定啊 但是 我说真的 我在工作那只一年 我觉得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 因为法令限制 你不能斜杠 不能抬出风头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对于生命是失去热情的 但是离开之后 我觉得我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了 所以结交不同领域的朋友啊 就是跟朋友之间聊天聚会嘛 你会用全新的身份重新认识 认识自己啊 认识这个世界啊 简单说啊 就是你的心胸 你的想法 比以前当公务人员时期还要更开阔 因为你不用担心行政疏失啊 或者是被长官被同仁责难或是责备啊 以前当公务人员的时候啊 其实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会整天担心说 我会被同事 怎样的 被主管害的 因为你那时候 我曾经有待过那种很血汗的单位啊 对啊 每天加班 然后你就是大家都要比谁 比谁还要晚下班的 然后你如果提早下班的话 你就要担心同仁 是不是会去跟主管说 你都不做事 然后隔天 你的事情就变超多了 对啊 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单位啊 嗯 好 反正以前当公务人员的时候 你又担心整天被害 你又被害妄想症 对啊 因为没办法 公务人员就是 我觉得那个位置有点奇特 他就是 呃 用纳税人的钱来养他 他怎么可以没有认真工作 在那边偷吃饼干呢 啊 柳金上班放了一个屁 哦 上班怎么可以这样放屁呢 哦 制造 甲烷跟二氧化碳哦 有违害同仁 长官之余啊 要不要请正锋来办他 对啊 类似这样的 对啊 呃 不要小看公家机关 大家那个 血黑 黑寒的功力 我其实待过那种 很会血黑寒的机关 你只要看谁不爽 隔天哦 那个黑寒就来了 呵呵 好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留言 再来分享 我等一下要去运动啦 我们这集先这样 拜拜